一 開門 主動二重國中圖書館揭幕啟用 打造學習新天地 二重國中將舊有的圖書館格局翻新 設置矮型書櫃透亮光線 也善用空間 擴增中庭為讀書場域 希望學生使用率大幅提升 增加了讓學生讀書的空間 然後圖書館也變更大了 更亮了 會增加你跟朋友來這邊讀書的力量 會 會跟同學一起來這邊討論書籍之類的 變很新 然後會想要來 會配合學校課程的 就可以言外生長 然後可以更了解的書 整建前的圖書館 因為它書櫃佔據了大部分的空間 那再加上圖書的部分也比較老舊 所以我們在設計規劃上面 我們把舊的書櫃移植到另外一個空間 讓我們室內的圖書館有新的書櫃 而且新的藏書 雖然校地有限 圖書館空間也只有一間教室大小 但校方活化場域 也將於校園各處規劃閱讀角 提供全校師生850人合適的閱讀環境 圖書館取名為書東坡 也是期勉學生能效法東坡居勢 於書海之中精進博學 二同國中成校長來之後 能夠利用有限的空間 閒置的空間來改製成圖書館 是一個很好的作為 我也希望每一個校長能夠積極努力的 設置各樣的圖書館 讓我們所有的小朋友都能夠 利用我們圖書館來增加自己的知識 自己嘗試 校長給我提出了一個計畫 所以我當時請我們縣政府 我們的教育處 還有我們各級議員 我們地方的議員 每一個都在撥我們自己的 工程館設備款 寄出在我們的學校 所以才達成這個 我們書東坡的圖書館 書東坡圖書館 目前藏書約兩萬本 日後將廣納師生建議 增購各類書籍 也會將電子書應用導入校園中 而中庭區域 除了能提供師生討論 研習 更可以是一個活動發表的舞台 校方也感謝縣政府 議會的通力合作 完成圖書館的興建工程 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 打造文藝新天地